1994年,湖北小学一名女生突然失踪,让班主任感到很疑惑, 经过查找之后,竟然意外地发现女学生死在了一位老师的床上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这位学生和老师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? 1994年6月29日,湖北省襄阳市宝康县大湾乡的座域小学正在办理毕业手续, 这天所有的六年级学生都要到达现场,领完毕业证之后, 他们就不再是小学生了,将会开启中学的生活。 班主任胡明志将毕业证早早地就准备好了, 更是将学生们都叫到教室里一个一个地发毕业证。 等全部都发完毕业证之后, 班主任却突然发现学生陈宪敏的毕业证还没有发, 这让他疑惑不已。 陈宪敏这个学生,学习的时候还算是乖巧, 但是因为种种原因, 15岁才小学毕业,成了班里最大的学生。 本以为陈宪敏的家中发生了什么事情, 胡明志准备将毕业证先放在一边。 但是过了两天, 他却听说数学老师廖湘露也没来学校, 跟学校请过假之后, 廖老师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失了。 此时的胡明志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, 他作为班主任, 听说了陈宪敏和廖湘露的一些事情, 此时两个人都消失了, 胡明志准备到廖湘露那里查看一番。 他先是来到了陈宪敏的宿舍, 发现陈宪敏洗漱用品还有衣服都在宿舍里没有动过。 接着, 胡明志和其他老师来到了廖湘露的宿舍查看情况, 也仅仅是发现廖老师的床上有一床被子, 别的就再没有什么了。 但胡明志发现, 廖老师的床上竟然还有陈宪敏的衣服, 不仅如此, 衣服还堆得很高, 出于好奇, 胡明志在下铺扒拉了一下那堆衣服, 却没想到突然有一截手臂弹了出来, 将胡明志吓了一大跳。 原来陈宪敏就在廖老师的床上。 不仅如此, 他的身上和脖子上充满了血迹, 人也早已没了气息, 显然是被残忍杀害的。 而此时廖湘露老师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出现在校园里了, 陈宪敏又是在他的床上被发现了, 毫无疑问廖湘露成为了重大嫌疑人。 而关于两人的关系也逐渐浮出水面, 原来陈宪敏和廖湘露之前有着不正当的师生关系。 1966年,廖湘露出生在湖北省大湾乡, 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,家境一般。 小时候的廖湘露勤奋刻苦,成绩优异, 毕业之后更是有着大好的前途, 到了1993年, 廖湘露被调到湖北省宝康县大湾乡教小学。 在那个年代,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很吃香的, 再加上廖湘露长相周正, 所以有不少的人前来说美。 经过朋友的介绍,廖湘露认识了一位漂亮又温柔的女子, 两人很快确定了恋爱关系, 相恋没多久就进入了婚姻的殿堂, 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。 结婚不久, 妻子就怀孕了, 期待着马上就要变成一家三口, 廖湘露也越来越开心了。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, 妻子生子的时候难产大出血, 留下了孩子之后就撒手人寰。 妻子难产的时候, 廖湘露没有在一边陪伴, 当时的她正在教书, 这件事情成了廖湘露心中的一个伤痛, 自从妻子离开之后, 她变得郁郁寡欢。 廖湘露本就内想, 妻子离开之后更是沉默寡言, 整日除了工作和照顾孩子, 就是上课教学生, 也不大愿意和别人说话了。 但她唯一有一点, 就是性格和善, 容易和学生打成一片。 1994年, 湖北省襄阳市的一个小山村里, 一位六年级的女学生突然失踪, 引起了家属的恐慌,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, 等再次发现女学生的时候, 她竟然在老师的宿舍中被杀害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这名学生和老师之间,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? 廖湘露教书质量好, 人也和善, 很多学生都喜欢和廖老师打交道。 有一天, 廖湘露不小心摔断了胳膊, 生活变得很不方便, 就让学生来照顾自己的衣食起居。 本就是开玩笑的一句话, 却没想到, 有很多学生都愿意来照顾自己, 这让廖湘露很是感动, 而陈县敏就是其中一员。 刚开始的时候, 陈县敏来到宿舍还算是正常, 照顾廖老师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, 但慢慢地廖湘露就发现有一丝不对劲了。 陈县敏到了他的宿舍, 总是磨蹭很长时间都不愿意出去, 甚至还对自己说一些暧昧不已的话。 刚开始的时候, 廖湘露严厉地拒绝了陈县敏, 但是陈县敏却依然不依不饶地, 慢慢地两个人就走到了一起。 后来在学校里, 经常会有学生看到他们两个人走在一起, 行为举止也很亲密, 根本不像是老师和学生。 紧接着, 学校里就传来了风言风语, 有人怀疑陈县敏和廖老师两人有着不正当的关系, 后来这些话还传到了班主任胡明志的耳朵中。 不仅如此, 到后来, 廖湘露还把陈县敏带到了自己的家中, 廖湘露的哥哥嫂子也和他们住在一起, 看到陈县敏就气不打一处来, 认为是陈县敏不要脸破坏了他们的生活。 我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孩子追人追到家里来了。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别的男人了吗? 尽管廖湘露的家人这样辱骂陈县敏, 也丝毫没有办法打消他对廖湘露的爱意, 青春期女生辨别能力本就比较弱, 到了后来, 陈县敏对廖湘露的感情越来越浓重, 甚至到了无可自拔的地步。 两人的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是不被祝福的, 所以他们更是有着巨大的压力。 原本大家都知道两个人有着不正当的关系, 虽然口中看不惯, 但也无可奈何, 但现在陈县敏被杀害, 闹出了人命, 这件事情就大了起来。 警方立即对廖湘露展开了追捕, 但是那个年代信息技术很不发达, 也根本没有监控之类的东西, 所以廖湘露的行踪很难被抓不到。 而廖湘露自从请假了之后, 整个人就处于失踪的状态, 就连和前七年仅两岁的儿子也直接丢在了家中, 所以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 好在廖湘露有着一个明显的特征, 小时候因为烧伤, 右手缺失了三根手指头, 右脸还有一道疤, 这也为警方寻找廖湘露带来了一丝便利。 在警方坚持不懈的追踪下, 2013年, 有人在广州发现了廖湘露的踪迹。 有人提供线索, 当地一家企业的工程负责人正是廖湘露, 为了能够接触到廖湘露, 警方打扮成了求职的工人。 警方和廖湘露约了一个工员见面, 当天警方早早地就到达了现场, 随后一个中年男子端着饭碗出现了。 他一边吃饭, 一边和警方攀谈, 警方很快就认出了他是廖湘露, 随即提供了可以行动的暗号。 潜伏在周围的警察看到暗号之后, 纷纷上前逮捕了廖湘露。 当看到警方的时候, 廖湘露一脸震惊, 并且一直说他不是坏人。 警方接着问他, 你叫什么名字? 廖湘露愣了一下, 他大概猜出了几分, 随即老实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 在警方的追问下, 廖湘露交代了自己的事情, 也承认自己杀害了陈献明。 1994年, 湖北一小学女生突然失踪, 等再次发现时, 她竟然死在了老师的宿舍中, 不仅如此还被扔在老师的床上,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这名学生和老师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? 此时的廖湘露后悔不已, 他哭着告诉警方, 这些年来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, 只要一闭眼, 就能看到陈献明浑身是血的样子。 这些年来, 廖湘露被折磨得消瘦不已, 也后悔万分。 而在廖湘露的讲述下, 关于当年他和陈献明的故事, 也浮出了水面。 当年是陈献明主动追求的他, 廖湘露刚刚经历了丧妻之痛, 心情很是糟糕。 恰好当时摔断了胳膊, 陈献明来照顾他的时候, 和别的女同学很不一样, 并且对他穷追猛打, 一来二去的, 两个人就有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 但是廖湘露对陈献明只是老师对同学的感情, 并没有男女之间的爱情。 两人就这样半推半就着,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, 让廖湘露后悔万分, 也觉得自己做了人生中最错误的一件事情, 那就是他和陈献明发生了关系。 廖湘露喝醉了酒, 不明不白地就和自己的学生陈献明发生了关系。 如果说之前两人只是小打小闹, 但现在却不一样了, 陈献明还未成年, 对很多事情都还处于懵懂的阶段, 而廖湘露明明是个成年人, 却还做出这样的事情, 已经涉嫌犯罪了。 发生了关系之后, 陈献明就认定了廖湘露, 并且还给他写过情书, 在信中他表明这辈子非廖湘露不嫁。 但是廖湘露并不喜欢陈献明, 反而是把他看成了一个包袱, 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, 让廖湘露更加坚定地想要摆脱陈献明。 不久之后, 陈献明找到廖湘露, 告诉自己他怀孕了, 这在当时是天大的事情, 廖湘露知道, 如果让周围的亲戚好友知道这件事情, 那自己将会身败名裂。 所以他一直不愿意给陈献明一个名分, 但怀孕之后, 陈献明并不满足于这样的关系, 他想住在廖湘露的家中, 这遭到了廖湘露的拒绝。 廖湘露的拒绝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, 陈献明威胁他, 如果不答应自己, 那他将会杀了廖湘露年仅两岁的儿子。 转眼间就到了毕业的时候, 领取毕业证的前两天, 陈献明再次来到了廖湘露的宿舍中, 坚持要住在他的家中。 此时廖湘露已经快要崩溃了, 他无法想象, 一旦陈献明怀孕的事情传出去, 将会有怎样的结果, 最终扛不住压力的廖湘露, 直接将陈献明杀害, 之后便一走了之。 而警方也找到了当年陈献明写给廖湘露的情书, 并且证实了陈献明死亡的时候, 肚子还怀有身孕。 这场荒唐的事情, 就以这样的结局收场, 而等待廖湘露的将是严厉的惩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